大家好,我是烟草经销商小七 春节回家总是要带点东西回去的 但是小七身边就有一个朋友 因为回家带烟差点被认成香烟走私饭 真是太惊险了 原来回家带烟也是有学问的 下面小七就来分享这个故事吧 我是在外面给人打工的 春节快到了 要回老家过年 好和家人团团圆圆 想着回家带点什么好呢 家里的亲戚朋友多 又有不少都是烟迷 反正这边的烟挺便宜 烟也不重 就想着带上一批回家送给亲朋好友 也好还了平时我出去打工不在家 亲戚朋友们帮助家里人情 于是买了很多烟 系在麻袋里坐上火车要回去 可谁知道就在过安检的时候被拦了下来 差点就说不清被当成香烟贩子关起来 还好最后回家过少年了 太惊险了 我也不知道带烟还有这些事 小七的朋友不懂得这些 差点解释不清再年三次赶不上回家的火车 那么坐车带香烟都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朋友们可要小心了 千万别因为这些触犯法律 小七来给你介绍到底是怎么办 带多少香烟才是安全的 首先如果你是乘坐火车或者国内航班 那么最多只能带50条 如果你想在工作的地方带点香烟 给亲戚朋友们要注意了 法律对旅客携带香烟做出了明确规定 旅客最多只能带50条 如果超过50条就必须要出示相关证明 所以最好不要带大量香烟 如果真的有相关方面的需要 要带很多烟应酬 那么猥琐一点 咱们带49条 其次如果是香港澳门的朋友 就要格外注意了 你能携带的数量最多为19只 数量少到苛刻 所以要是不懂的话 很容易就会中招 并且在香港只有超过18岁的成年人 才可以最多携带19只香烟 一只雪茄和25颗烟草制品入境 所以未成年人小朋友还是别想了 如果想携带更多 不仅要申报还要纳税 如果超过免税额度又没有进行申报 则会被罚款100万港币 甚至还会被监禁两年 可怕谁也不会想因为带烟 而被关起来两年 还有就是如果你乘坐的是国际航班 那么很可惜 你最多只能带两条 哎 想想还是火车好 采两条 太苛刻了